下午后来我们 侦查以后 下午我们做了个决定 从今天开始 东西永远不给任何人 一分钱的回扣 如果说 给给回扣 我们就请这个人离开 如果说没有回扣 东西明天关门 那我们大家去找工作 我们一辈子就是不给回扣 我中国的职业经营人 为什么我不用职业经营人 我不太喜欢职业经营人 我讨厌那些所谓的职业经营人 因为职业经营人 大家知道领导者和经营人 领导这个领导 跟中国领导的概念是不一样 在我的领导叫leadership 它不是我们这种领导 是领袖能力 和职业经营人的一种区别是什么 在经营人是分配资源 这东西再一再一 然后呢他脑子里是 经营人眼光的看出 你问他 你觉得这个小商人怎么样 经营人会告诉你 这个好像不咋 那个好像也不行 那个很马马虎虎啊 这往往是个经营人 而领导者 你问他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是不错的 这个东西挺好 领导者往往能够看到 一个人身上的潜力 连他自己可能都没发现 这是个领导者 他等着鼓励 等着啦啦队 等着当作发生人的强项 所以我们觉得呢 这个在企业里面我们培养各种各样领导者改于承担责任 领导人在改于灾难的时候 是我 灾难出现的时候 我来承担责任 我们愿意一起往前走 所以这是一个领导 分析里面培养的是领导者 而不是经营管理者 经营管理者是领导 而培养领导者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觉得中国很多的职业经理人 在三两个人 他是讲我们的参 他们是部队里面的参谋 比如说参谋不但找 放梯都不想 这些人都没有用 你哪给你都解决个问题 一下子给你二十五个方案 然后你说那怎么办呢 二十五个方案到底挑哪一个呢 他旁边看看 他也不知道挑哪一个 然后干过以后 他说你这个干了呢 他都干过了 参谋长和参谋的区别 是参谋长能够从二十五个里面 挑出三个 你参谋长的一个去 参谋长和市长的区别是 市长的这三个里面 我都管一个就管 还有两个你把我管好 我们在任何组织里面 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勇气 胆略 敢于承担责任的人 而这些东西 是在敬业里面培养出来 我现在发现有很多的职业经营 离开一个单位以后 天天骂那个单位 你如果离开这个单位 对你来讲 最企业的话 说 I'm sorry No comments 我对那个单位 我没有评论 我喜欢那个东西 曾经我度过了四年 当然我有些观众可能不一样 但是也许是我错 也许他错 而且今天我们向前看 不往后看 这是一个正确的 对人的一个态度 对人生态度的看法 尽管你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希望我们这边 我们的师弟 师妹们 如果你在一个单位 干得不舒服 离开的时候 别抱人 抱人只会让你 更加被人不尊重 你就说 OK 我学到了很多 我觉得前面一年内 有痛苦有快乐 但是我更看好的是 未来的发生 对未来 这全都是经历 别人老是在墙林早一样 三天堆堆啦啦啦的早 你现在还甚至出书 来抱怨前老板 我觉得这是最不职业的人 这些人一定会被封杀点 你去看看 在业内有几个出来的 华国公司出来的人 主要出来抱怨和员工师的人 他就都会提到有一年 都会被封杀掉 我们不会用这样的人 因为这是职业道德的修养 像美国内的基因公司 和西门子公司 他们每个人培养 是没有学不太的员工 还有 有些高层管理人 西门子和基因是竞争很激的 原家公司 然后文化都很强硬 西门子通常就看 每基因在西门子边打 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基因的员工说 我出来 我也不去西门子 不是说西门子赖 而是他是我的竞争者 西门子对我出来战难 我不到基因去 我凭什么 我这个能力 到任何公司都可以 为什么到我的竞争这种 因为你们知道 这些人都很聪明 如果基因人跳跳到西门子 西门子问他 这个小虚哈 你们基因当年怎么干 你说还是不说 你说了对不起 这基因跟你同甘共苦那方专门 你不说 你又对不起今天这本人 人是里外不是人 所以他有些都只有经理人 和真正的道理就说 小人 我出来了 我今天是做电电箱 我出来 就做电电箱好不好 我去做电风扇去了 我去做能力去了 但是因为我有能力 我学到的是学识的能力 是价值观和使命感 这个整套东西 所以我不断地学习 我还是可以出色在那个单位里面 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每个人学习这些东西 别差对比 所以我的敬业 让每个员工明白 什么是职业经理的 什么是职业精神 什么丢业精神 什么的丢业这一天 在我们公司里面的文化是 我们每个员工 在我们公司里面 他说哪怕你呆一千 我们就会给你的公号 这个公号是一辈子真正的 你离开以后 这个公号还是留在你这 我们翻看历史的时候 每年某一天 马云在这一公司呆过一千 他的公号是多少号 只要跟阿里巴巴巴 estado 我们自由他的公号 自由 его记录 感谢他在这一天内 对阿里巴巴 Wild出出的贡献 这是一个历史 这个公司的成长 都需要很多 所以我们觉得要配合 一批一批的员工 所以我自己说 做一阵公司的CEO So far Not so good So okay 还行 但是5年 空业以后 我一定不适合 这个公司的发展 因为有这么多的年轻已经超越了我 所以我自己觉得要跑102年 我不可能跑102年 对不对 102年以后马上还要活着 小的像妖怪一样一个 对不对 不可能了 他是一个速成100米的赛跑 我是跑第一棒的人 比如说你第一棒跑到第一米 你以为第二棒你还可以跑第一米 你就把整个团队给害 所以我作为跑第一棒的这个CEO 我要求做到的是 自己做到这个一路往前跑 跑得最快的把这个棒交给下 所以员工也一样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冰 员工必须坚持这个理想 使命感价值观 然后一代一代的计算战 在低约内 这公司的人可以老去 这个公司的人可以断去 在这公司坚持的使命感价值观 共同的目标文化就不能断掉下去 因为只有文化才会一断地产地下去 文化还能够让一个公司的人不断地创新 所以刚才讲的纪念 还有是讲的激情 年轻人也都有激情 但年轻人的激情来得快 去得更快 激情要持续不断地激情 它是讲的真正职权的激情 否则 这种激情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所以在我看什么叫激情 也就是说你可以失败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考试一门考试没考好 你可以失去一个项目 丢掉一个客户 但你不能失去做人的追求 这就是激情 我失败了 我再来 失败了 再来 我再来 好 那就是激情 只把打碰了一整 所以我们说 我希望阿里巴巴的员工 那时候在文化里面 写文化里面有一种 就是说 一个最优秀的工程怎么样 晚上就帮人感到 11点 12点 十倍不堪 然后 回家 第二个小命令 他们又来当班 这样的激情 才是不断的起来 不断的走 而且 我们要的激情 是这种激情 而激情是可以传递 激情是可以传递 因为有一个伟大的理想的使命的时候 你这个激情 比方说 你说让追加没有难做的生意 比方说阿里巴巴在创造巨大的就业机会 我们在影响中国经济 影响亚洲经济 甚至影响世界经济的时候 他发现我做的每一条东西 就会改变别人 在几年前我到沈阳去 大家知道 我说这个话 很多东山省的领导不开心 但我已经讲过 有一次在会议上面 我说我到东山省做了个考察 大连 沈阳 哈尔滨 你们觉得哪个城市是最有希望 大连是不是 我最不喜欢的大连 大连是最好 我到大连和沈阳和哈尔滨看了一下 真很有意思 到了沈阳我看了那个出轻车 司机 台词我最要求 我说你现在一个月收入还行 他说还行 我说你以前干嘛 下场 我说下场好不好 哎呀下场好 下场以后我自己现在找自己干活 我还有希望 我现在觉得靠自己挺好 然后我看到沈阳滨大地 就像我们七八年十年以前 这个对杭州和温州都是满地的门脸的开店 自己就是自己在干 然后这是大连很漂亮的公园 最年轻的手拉着走的散步 然后我说你怎么样 挺好 我说你工资多少 四百五 四百五 哎呦他说不错了 你这边人家都两百 还怎么下涨呢 我们大连你这边的环境 没有希望的城市 只有你自己要 你才有机会 只有你自己想 你才有可以 可是你会发现四五百块钱 你觉得很好了 这身体还比这个 你这城市还比我更穷呢 然后你看我们的环境 麻烦 然后你去看看沈阳说 我下岗 但我在求收成 我知道如果我不下岗 因为我还是会下岗 我只有这样 让我的孩子能够坚持 不断的靠自己的努力 你才会有机会走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区别 我到沈阳去的时候 我去看了一个客户 他开了两个小时的车 到沈阳来见我 他说 当然第一句话 我听了我很感动 他说哎呀 要是有一栋活的话 我会把阿里巴巴想作一样 奔起来 我觉得挺可以 我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现在 我这个工厂 是做那个标牌生意 就是那种 塑料标牌 标牌生意 现在我的定单 从阿里巴巴网上来 采购也是阿里巴巴网上来 加工 我是在沈阳里的加工 哎呀 这个生意是没法做 这个五文中人 一生全都别干了 一一五还是满天变业的这些东西 你怎么推成他们的镜子 中生神开玩笑 他说哎 这不是这么讲 第一 我的定单都往上来 第二 我在网站上寻找各种各样新的设计师 第三 我一个技术叫一一五和温州保育法 第五 我用的人权是下榜工人 那我就去看看下榜 我说给我看一下你的厂房 这厂房比这个大会上还大 一看就是国有企业关闭以后那种厂房 两台大桌子 每个三十五岁左右 三十三十五岁的阿姨大姐们都在做那种 手中的机器在做 那我就过去问他 我说大姐你这个收入多少 他说三百五 我说三百五好像是不是少了点 还挺好的 他说我老公下榜 我也要下榜 女儿在念高僧 对我来讲我需要生存 这是一份工作 以前我只有两百块钱 现在这三百五 网上的单级越来越多 我们还有机会看到五百和六百 只要大家努力干 都是希望 我觉得回来以后 我跟同事再讲 大家不要轻易小看这个网站 如果我们关掉了 中国几十万家企业将会关掉 几十万家企业关掉 就是意味着上百万人的就业机会将会失去 所以每个人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份工作 小心 你编了每一条商业机会 就可能影响一个企业 影响很多家庭 这种使命 才会让你有激情 不断的转 因为知道你写的每一样东西 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 所以这是我们说做人的道理 诚信 敬业 要有激情 做事的原则 我们将你讲究团队精神 做事我们讲究团队和拥抱这样的办法 在二十八里面团队 我们的理解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普通的 没有人 是人间 很多公司最近在讲究我们公司 没有某公司全是精英 全是人精 最团的那些人 这事情要么是人 要么是精 没有人精 对不对 人精是妖怪 对吧 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普通的 我们坚信这个一个理念 就是说 平凡的人在一起 做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这是我们叫做团队 我们大概是平凡的人 我们就是来自于五湖十海 我们每个人就觉得 有你生活才快乐 因为有我 才会让这个团队可以一样 所以我们说孙悟空这个团队 就是每个人都能使用个脾气 在中国的小年轻人里面 以后我们在座的 这个师弟师妹出去都要记住 我们有很多人不成熟说 我不喜欢这个人 就不愿意跟他干 就不愿意跟他配合 这其实很 我们很多年轻人都这样 看你就不顺眼 就不跟他干 就不和他配合好 就是不专业 你可以不跟他大分期待 可以不跟他交朋友 但你必须尊重他的工作 你必须跟他配合 因为他是你的同事 真的这个团队 千年修得同团队 万年修得同一个工资办活 对吧 而且你们两个人又在 一个办公室里面 就在两张桌子边上 这种缘分 好好珍惜他 你又不一定要你去取他 或者嫁给他 去跟他工作配合好 所以这些东西 简单来说 我们的团队里面 只有互相欣赏 一个人用欣赏的眼光 看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才会对人尊重 这个人别人才会欣赏的眼光看 永远地做 不要用Nectif 我们很多人喜欢用Nectif 就是一种自虐的眼光 看别人 你用欣赏的眼光 看别人的时候 比你说两百句漂亮的话 跟他听更为重要 你是真心里面去心甘 有时候把这个人跟我不一样 这世界因为每个人跟你不一样 才是这么丰富多彩 你当你的同学 正因为他的性格脾气 跟你都不一样 你才会发现 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意思 如果你们生下来都一样 那怎么办 一个爸爸妈妈生下来 三个孩子也都不一样 不可能这世界都一样 所以团队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性格平衡 各种各样才会保持 另一样是拥抱变化 这世界最快的就是变化 在阿里巴巴公司里面 我最感叹的是 任何事情 我们是说别就变 当然这里面 我一开始是 因为我自己好变化 我有很多主意 这个经常要变 在这个变 因为我是作为船长 我是趴在那个船端上 在开方向 我说哎呀不得那么运 我说你的大字是叫烧梅的 他肯定说 那怎么用钢车往面前去 要转了 没办法 我的工作是在看那个 等待我说 我问的说 哎好辛苦 不要变算了 赶到大桌一圈 所以这个普遍 我送了以前 最明白这个道理 我现在看看是有道理 这个这个 这个神五神六 这个 帮你按钮 告诉十九八 其二一队的人啊 就按钮那个人 是中华人民共和军队的上将军衔 那有时候 把这个东西的 我按钮也可以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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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什么 凭什么 他是上将军衔嘛 对不对 上将要关几十万军队了 我现在就明白 你这一顿 这个 这可是大了去了 对不对 你随时可以下命 把八七三 二的成熟 不干了 他有这样的权力 而这个权力 就影响太大太大 所以做一个CEO 你的工作 就是你肩负的职责 你必须看来风筝 这时代 这社会的变化 当然以前讲 第二教育说 十八个月 一条软件的 甚至能够活着 八个月六个月都很不胖 所以你不得不变 要变化在变化之前 所以你等到变化 把你的变了之前 你先把它给变 所以你必须预测 像我们 像我自己给大家一些经验 做人做事 对这个大量 你对未来的判断 一个好的领导者 是对 未来描绘 非常漂亮 这不是好的领导者 一个坏的领导者 未来是 伊塔拉夫 大家好 没意思 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前两天 我跟我们的一个 一个心理 在交流的 所有领导的意识 你去看看 这个领导意识 还是很有意思 这个 如果打仗 三上这个联 三上这个一个营 联统上说 我们先撑 因为他们联统上说 我们真的 手才说吧 一定要攻下来的 对吧 上面五百个人 我们这一百四十个人 打 还是要打呢 你说 每天打的心理想 又完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联统上说 同样的事情 怪党说法 对吧 这个 非常重要 把这个营灭了 把那个营灭了 我们整个军 就可能把他们 二十万人给灭了 意义 这是行政感 对吧 然后说 上面我们看着看 总共六个人 已经眼睛瞎了 七个人腿断掉了 八个人就不行了 二人在位置上 一座机箱 可能封锁他三百个人 我们一百多人 只要速度快 还是有机会赢 大家互相配合好 那两个不 大家觉得有希望 这是Leader 全能力的人 是个Mustle的政策 自己的人 是个Pugitive的政策 所以在一个领导者 在领导的时候 所谓的拥抱变化 在任何变化是寸可的 变化是痛苦的 但是你必须 然后一个好的领导者 对未来的描绘 当然瞎描绘 弄人 忽悠人 那是最大的灾难 你就把这一百多号人 没有把他们帮 帮生命再看 所以你在一个领导者 是你盼上未来好的时候 在别人看到不好的时候 你要看到好 在别人看到好的时候 你要看到不好 所以未来的灾难 你要有预测性 所以领导者是公主的 我讲这句话是 因为你看到了别人 没看到东西 你做的工作 你做的工作 就是把灾难消灭在摇篮之中 就是说你说 啊 灾难这个灾难 然后你每次做的工作 就把这个摇篮 把这个灾难给灭了 结果到了那天灾难没有发生 你好像 跟你又没关系 人家会觉得 本来就没发生 要发生了 你可以把门 你看你没看到 所以你必须在有的时候 说以前我也在做公司的时候 所以就得意 哎呀 我没干多忙 你看 领导者 会适应来做拔草冠军 土草冠军 看到草出来 啪啪的拔掉 对吧 如果大家这个拔掉 又出来 拔掉又出来 你要做什么工作呢 改让土粮 这个土粮里面肯定是 打草 肯定要把这个给灾了 你不能是天天忙着拔草 我们讲到是 有些你看看一个领导好 的话 他在忙什么东西 领导者有什么东西呢 所以在我们讲 就团队拥抱变化里 讲到领导力 就是领导者 往往就是一个守门员 其实文化里面 把人体现成为守门员 守门员 应该是最控的 对不对 如果你把人守门学名 非常好 天天在出球 那这个 你这个已经 他要不出 前封后尾 中公司一哈 一会儿就冲到你们门口 一会儿就冲到你们门口 对不对 你记住这样的话 你也会输出掉 所以领导者 建立是个体系 制度 防范与未然 训练你的制度 很使你自己要高瞻远瞩 所以这些东西 是做人的道理 很诚信 因为你诚信 别人会直立着你 会相信你 会跟着你 因为你感觉机前 因为机前 你可以持续地坐下 因为你感觉敬业 你的商业精神 别人尊重你 你感觉团队 是你照顾边上的人 你感觉拥抱变化 你可以判断未来 然后你刻骨第一 你站住 所以这整些东西 你围绕好以后 一个企业的文化 就像一个组织 一个国家以后 他会有希望 所以这是阿里巴巴 走了这么多年来 所以我们跟大家 最后讲一个例子 是我们觉得特别骄傲的 最痛苦的时候 三年以前 我们的公司遇上了非典 在推出这个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提出阿里巴巴的价值观 企业文化 我们在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很多公司在出问题的时候 所有员工想到的第一句话 哎呀 公司不行了 我们赶紧拿了工资 准备下一份工作 我们发现很多人说 发现灾难的时候 会每个人可能的反应 就是他错了 他可能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 企业问题 到底进程度 就会这样 我在92年 93年94年 在韩国是招业校 基督教青年会的业校 韩国永京外国学校 我是去招的 我是住在那个崔苑山区 那我招课的地方 是在那个 那个专项口 我骑自行车 呱推下雨 四十五分钟到五十分钟 一边骑自行车 爬走 下班以后 骑自行车 走过那个航州 有个电池场 软木干山的 有个电池场 我最好奇的是 我不知道现在电池场 站不站的 企业已经没了吧 下班五点半左右 我每次走 这个门口 一大堆扔了 自行车停在那 所以我都想 这帮人都是很有意思的 每天这个时候 本时有一帮人停在那 然后到了五点半 零醉一下 就走掉了 然后等着下班 等着下班的 公司一步走不长 它不齐 何其是这样 没有人去为这个公司的目标 和使命感 说我这个电池 要拉伸得越浪越好 然后它颜色越长越好 然后它要跟公司 力度越长越好 没有去想这些东西 这样子就齐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想 后来我们又问了一个问题 不许 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最早 英国是怎么管理印度 这个四百年以前 印度 就像今天有电话 有传真 可以看conference call 这一电话 还可以这个 这个email联系 对不对 还可以QQQ 还没人联络 那个时候 连这些人一放出去以后 怎么走回来 根本就不知道了 他们怎么管 他们其实通关这种 价值观 印度的种族就讲 有派到印度去的八百个英国人 是在同一所教堂里 叫出来的 同一种基督教的文化 所以在处理关键问题的时候 这些人的看法是一样 也就是说 在通常灾难的时候 一个文化的一种 起文化这个编 平时就像你锻炼 像我身体现在不错 你跑步 跑啊 你举动啊 练习啊 其实没什么好处的 你感觉 但是这些锻炼 就在什么时候 才会发挥作用 你身体不好 特别生病的时候 你身上这种 平时的锻炼 就会出来 文化就这个东西 你平时天天 念这些东西没有用 你好像没有用 但只有碰到灾难的时候 文化产生 强大的反弹 是很强大 所以我们文师 在非典时期 大概只要一个员工 这个资金为主 我不认为他们非典 让他对方非典 关了起来 那个事情 给我们的感受 是挺深的 这个 我们现在保留了 很多照片 很多日记 因为 跟大家讲人的事 这中间来龙去年 你就知道 我们在公司里面的文化 迟到 这几天已经 五一就马上到了 就是我们被关 三年的纪念日要开始 我们现在定 五月十号为阿里日 阿里巴巴纪念日 我们永远纪念 这一天 公司里这个文化 企业价值观 使用感 给我们带来的 巨大的 这个影响力 我记得那天 是五月二号 我呢 到彤仁去 彤仁有一个 那个老铁上 有个餐长 我们还是吃了饭 不要 原来也很比较烈 然后呢 我从来不五岁 那边五岁 所以现在不敢五岁 因为你最后出事 不过我五岁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我们同时打电话 小生事 就有点 狭扯 可是 从彤仁回来 往那个虎袍 别乱扯 他说 阳仁一类 一切都是蛮好的事情 怎么可能有非典 我们这非典都没了 回来他说 小生非典 肯定他说 已经 已经 对他说 已经那个 那个防御证 已经到我们公司来 还是不可能吧 他都是真的 我最后派了 一趟起来 抛去医院 上那个白大伙 带人 都来了 马上就讨论了 他那个他 什么的 这个时候 我心里是想 完了 因为我们把小生 派到广州 参加广交会 参加广交会的时候 这个 我们有个使命 我们承诺给客户 我们不并不参加广交 就算当时 这个子并没有说 说广州出现了什么病 让我们听说一个 自明明其妙的并出现 上飞机 我们打口 什么东西 都准备 准备得非常不好 其实我们公司 做了最好的 准备工作 但到了广州 也没有 回来 他突然发了搞啥 发了啥 我们让他自己隔离 所以一切不可能没有 从一天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这么个问题 然后呢 我想一二天就开始 后来几天就开始 在上班 我们少忘了 二二四号 上班那一天 我们整个华兴楼 已经是一片 恐怖的色彩 我们有两台大了 然后他说那些小生 那些是三楼 我们是在九楼 所以我说 那天早上 要求所有三楼的人 全部在家里 带了出来 把联系机器全部弄好 然后早上九楼的时候 我为了 早上还去给 那个整个华兴楼里面 去跟他们讲 这个我们估计不是真的 啊 好说啦 下午就会放回来的 到了下午三点钟 还是没有消息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 我觉得做了一个预计方案 我觉得这个预计方案 就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在想 一 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你不能侥幸 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第二 互联网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应急问题 当年美国国防部 为了防止军 军计设施 被美国 被 军人全部炸掉 才搞到互联网 互联网 你不够在家里上报 第三 我们 就算这次不算 如果发生战争 对军 火灾 阿里巴巴公司 一夜之间对军火灾就烧了 我们能不能够应急 既然 这是个机会 我们不可能搞应急 怎么办 同志们 现在我们在家里 三十米 大家回家去了 谁都是什么想搞这个东西 除非火灾 真的来了 大家会做 没有一个人做 这一天 我说 OK 我们做一次 应急的军事演习 所以应急下午 真实运气比较好 我到四点多 临时就说 OK 所有的城市 六百多员工 全部回家 在六点半之前 撤了办公室 所以只要不能开职会 这六百多员工 都能职在一起 超过几百个员工 就要省批了 我们分了几个小组 跟他讲 那也要回家 然后通知 立刻建立应急小组 技术部门 立刻建立起 整个网上的互通 互通工程 然后所有有电脑的人 立刻在家里安装上 通过网通电线 一个安装上宽带 没有电脑的人 把家里的电脑 把办公室的电脑搬回去 迅速请那个 恩师建立好 整套应急体系 所以六点半 我最感动的 恩师六百多人 没有一个人抱怨 大家可以静悄悄的 每个人戴着口罩 逛电脑的帐 搬着搬着搬 搬着搬 大乱 今天大家听来 今天大家听来 是亲身的心态 亲了 当时的心态 是非常恐怖 极其恐怖的心态 特别紧张 每个年轻人 他们只有二十三四岁 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 突然发现周围的人 是一个非得的病人 而且他就在边上 办公室里 走过两三天 然后办公室边上的 都是这白大褂 摊起来 整个城市里 涌照着这个情况的时候 说继续回家 找到我们讲一句话 把东西撤回家 一个离开以内 如果会发现 解释警报 只听我们的 就是我发出通知 以我的IP地址的名字 发出的通知 大家回来上班 上班 七天以后 八天以后 我们再再见 所有人回家 用了保证 整个东西 不出问题 我们要求 所有的员工 在家里上班 不允许 要客户外界执照 我们公司 碰上了 这个非典 因为那时候 我们已经有 七百多万家 企业会员 但是不能出现 这个阿里巴巴 碰上非典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还要处理的是 古典问题 相当 全然的好 然后呢 最可怕的是 五一三号 我在英国人才演讲 不然手下 是第一个讲 我是第二个讲 要先答应他们 要去 结果呢 还得告诉他们说 出事了 要不能告诉他们 是非典 这些问题 全然的怕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整套 是全 所以告诉这些同事们 回家做好客户服 每个人保证客户利益 这时候 考察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